《新约圣经》 《腓立比书》 第一章 十到十一节里 保罗说 使你们能分别是非 作诚实无过的人 直到基督的日子 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 叫荣耀 称赞 贵于上帝 在经文的原文希腊文里 《分别是非》这个词 它的意思是喜欢好的东西 诚实无过的人 在原文里的意思可以翻译作 真诚 而且不会令人受亏损的人 保罗为什么要强调基督徒 要喜欢那些好的东西 可以令我们做到真诚 而且不令人受亏损呢 我在一本《查经书》里 看到这样的解释 保罗在这里提醒当时的信徒 我们既然因信神的义子 耶稣基督而得救了 有了基督的新生命和圣灵同在 令我们可以摆脱世界中的罪恶 和死亡的势力 这样我们生活中最自然 亦是最有力的救恩见证 就是我们和世界的价值观会不一样 我们虽然身处同一个时代 同一个环境 但是我们因为有了 例如是神的改变就有不同的眼光 不同的分辨能力 那些神所喜欢的东西 那些都是特别好和特别圣洁的东西 这种改变就能够见证福音的真实和大能 那我们无论在信神 或者不信神的人当中 亦都能够令他们 因为我们而不受亏损 看到了保罗的提醒 让我们都想一下 信主之后 有哪些和世上的价值观 不同的喜好和坚持 或者在生活上的改变 是能够见证到救恩的美好 和奇妙的呢?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于爱莲 欢迎你收听爱说两分钟 我们十分期待你的回应 请在下面留言 或者是发电邮到 52mtalkatgmail.com 是52mtalkatgmail.com 愿神赐福给你 欢迎订阅